说到这个感恩节长假到时候天气会如何呢 有一波低压冷空气要横扫美国 整个假期天气状况大概如何 马上连线给国家气象预报员马锡强 请他为我们详细来说明 马先生你好 你好 请问即将到来接波冷空气情况如何 会不会带来降雪呢 其实这个地下中心现在在北加州跟欧雷根的边界 但是那个冷风已经在他之前到了Reno跟San Francisco那边 但是那个南加州降雨的机会只有20%左右 主要都是中加州北加州 主要呢南加州来说降雨是星期三大约20%机会 但是之后那个转冷的那个比较明显 所以星期四星期五虽然有太阳 但是那个高温会只有60到65 还有这个星期五的低温可能降到40度 所以如果清晨去购物的话会很冷 您说降雪的部分大概是中加州北加州会比较明显一些 对对 所以大家要注意什么呢 到时候会有多严重 你说中加州北加州部分 可以说应该今天明天都已经降完 所以滑雪是可以的 但是南加州可能就没有太大的降雪量 那南加州的话反而他们穿着该怎么留意呢 其实就是特别是星期四星期五就会白天都会比较冷 如果要出去等那些店开门 星期五等开门的话就更加的要注意那个保暖了 所以其实如果做好保暖工作 还是适合出去shopping买东西的了 对 好我们谢谢马其强先生提供的这个详细的天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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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